接下来我们席日宫听 建兵 你说 我们听 我的老家在河北 我从小没有见过什么江河湖海 我又特别羡慕那些会游泳的 于是我就抓紧一切时间学游泳 整整学了28年 我现在连狗袍都没有学会 我不得不承认我是怕水的 但是就在今年 我却参加了一场河水的战斗 六月份以来 我所工作的地方湖北 几乎就没有擒过天 气象站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 很快就转成了红色的 我们住的小区被淹了 上班的公交车被淹了 甚至地铁站其中的一段也被淹了 晚上我们就接到了领导的群发短信 所有的主持人记者 必须保持24小时电话畅通 随时待命准备去前线报道抗洪抢险 很快我就被分配到了赤壁 想当初火烧赤壁 烧得80万曹军 丢亏卸甲 而如今 却是水淹赤壁 当我们快要进入赤壁市新电阵的时候 司机大哥跟我们说 不能再往前走了 再往前走 我们的车就成潜水艇了 没有办法 我们只能够徒步进村 一下车 村子里边的水已经没过了我们的膝盖 而且眼瞅着还在往上涨 放眼望去 哪里是鹿 哪里是农田 根本就分不清楚 和我一起的几个同事 我们都是农村来的孩子 我们深深地知道 乡亲们种过庄稼 有多么地不容易 但是洪水一来 什么都没有了 有一位大姐 他们家养了几千只鸡 洪水扫过一片狼藉 鸡笼子横七竖八地 躺在泥地里边 里边的鸡全部都死了 而且整个机场是充满着一阵恶臭 大姐当时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 他们暂时是借住在亲戚家 两个孩子还在读书 而这个机场 也是贷款七十万才做出来的 一家人 所有的希望 就这样被洪水捣碎了 我们到那个地方之后 大姐看到我们之后 就哭得特别的伤心 我记得后来我对一个画面 印象特别的深刻 水淹了一个小镇 水齐腰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 所有的人在水里边开始大转移 爹爹颤诚巍巍地牵着婆婆 爸爸背着孩子 牵着妈妈 还有的把孙子 直接放在一个报废的轮胎上 爷爷推着轮胎往前走 洪水让这些人暂时地流离失所 而我也是人生第一次了解到 逃命这个词 但是 有的人 却和我们走着相反的方向 义无反顾地 向着洪水的方向冲去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是我们的一个同行拍的 一群小战士 蹲在泥地里边啃着馒头 网友们叫他们馒头哥 但是也有人在质疑说 为什么他们要啃馒头 我们现在的经济这么发达了 我们的后备力量还这么差吗 为什么 我来告诉你 74号的时候 连续的几场大暴雨 导致黄梅县经历最险的一段告急 这些小战士 赶到了当地进行抗洪抢险 一到那个地方 他们就立马跳进了洪水当中 用沙袋堵住管涌 又跳上低岸 争分夺秒地来运送沙袋 但是由于当时暴雨太大 上游的水来得太猛了 险情依然没有得到控制 他们那只能继续干下去 时间已经过了40个小时 而此刻 对于这些战士们来说 比饥饿更加难受的是 他们身体的透支 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 去吃吹石般做好的饭菜 他们只要蹲下 只要坐下 就能够立马地睡着 而这些馒头 是当地的村民在镇里买的 含着泪水 劝他们 一定要吃上几口 每当我们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我们会把所有的眼光 聚焦到这些战士的身上 因为他们总是冲在第一线 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就是他们的天职 所以他们必须做好 要做得更好 哪怕是他们的身体再吃不消了 但是他们也不能停止 哪怕是他们明知危险重重 他们也不敢停止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这些战士当中 他们大部分也是十八九 二十来岁的年纪 比我们在座的 所有的人当中的一部分 年龄还要小 非常坦白地说 我仅仅是被派到了前线 报道抗洪抢险 离真正的危险 还有很远很远 但是我爸妈 担心得恨不得 每天打二十个电话 提醒我一定要注意安全 千万不要被洪水冲走 他们也是爹生妈养 将心比心 有哪些父母 忍心看着自己的孩子 这个样子 但是总会有一些人 质疑我们媒体说 你们总是拿他们说事 你们总是拿他们煽情 对 没错 我们就是要煽情 我们就是要告诉这些人 正是因为有了 他们的义无反顾 才保全了你现在的 不屑一顾 他们就是英雄 他们就是伟大 他们就是值得我 一遍又一遍地说 如果说抗洪战士的 义无反顾 是他们的天职 那么普通人的 义无反顾呢 武汉市新州七里村 有一段大堤 经过洪水的冲击 变得非常的危急 村子里的年轻人 外出打工 只剩下了老人和小孩 情况非常危急 如果不及时的行动 整个村子都会处于危险当中 54岁的吉良红 跟村里的老伙计们商量了一下 他们就临时组建了一个 爷爷抗洪突击队 里面有二十几个成员 队员当中 年龄最大的 已经73岁了 面对着大雨 这二十几个老大爷 扛着锄头 义无反顾地上了大堤 扛沙带 独管涌 但是 洪水并没有得到控制 晚上的时候 其中的一段大堤突然溃口 洪水疯得似的跑了过来 一个一米多高的浪头 突然间拍向了 正在大地上寻滴的吉良红 瞬间把他带到了水里 再也没有回来 从此 爷爷抗洪突击队 少了一位队员 吉良红的妻子哭着说 说我现在特别害怕下雨 因为一旦下雨 我就想到 我的老伙是不是还在大地上 在抗洪 我要等他回来 但是 却一直没有等到他回家 在遇到灾难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说 让老人 妇女和孩子先走 爷爷抗洪突击队的队员们 如果这个时候 他们躲起来 等待着别人救援 没有任何人会说任何的话 但是他们却站了出来 因为他们觉得 自己是个男人 就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家园 我心疼他的执拗 痛惜他的离去 更佩服他的霸气 这二十多个老大爷 用他们的行动证明了 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济盖 苟立国家生死 岂因福祸必屈之 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一次次面临灾难 总有一些人会义无反顾 而这些人 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们是冲锋在前的武警战士 他们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他们是日夜报道的记者编辑 他们是不眠不休的公交车司机 他们是每一个组织自救的平凡百姓 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因为有他们在抗洪的每一天 都有奇迹在发生 是什么让这一切出现 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 深入骨髓的信念 是对这片家园 对这片土地 对身边每一个人 最制成最无私的爱 而正是因为这一份爱 让每一个个体 都无比地坚实 无比地强大 任何灾难 都无法将我们击垮 这就是我们的中国人 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人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坚强 才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道义 才是一个英雄的担当 谢谢 谢谢建兵 谢谢 义无反顾 荡气回场 不仅仅是你所描述的 这些战士们的身影 也是你刚才的呈现 谢谢 你这一路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见到的所有的事情里面 有什么事情对于你来讲 是印象特别特别强 我就说到了 就是暴雨 那个时候还在下着 就把一个地方的大桥 完全地冲垮了 大桥的对面 住了几个村子的 是五百多人 这个桥如果不及时修复 那五百个人 就是一座孤岛 完全出不来 然后当时就是有一个军队 他们就立马赶了过去 来修那个桥 我们这个现场的画面 就是对面的乡亲们 就在那儿站着 也非常的着急 然后这边的官兵 也是非常快速地 在修那个桥 然后当时就有一个战士 就直接就倒下了 就是晕倒中暑了 然后把他送到了医院 紧急地打了个点滴 我们的记者 当时没有跟过去 就还在现场 在做那个采访 但是没过多久 就发现这个小伙子 就跑回来了 然后我们记得 当时就说 你刚才晕倒了没事吗 就拿着镜头 想要问他采访一下 他当时就 他说我没事没事 他一直躲这个镜头 他觉得 然后后来我们采访他 他说了 对于我们战士 就这些东西 真的不算什么 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 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 他们真的是 我说最可爱的人 可能又有人会说 说你们媒体总是煽情 他真的就是最可爱的人